众伟姐妹你们好,我是陈牧师 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好,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呢,我们有机会读到那个启示录第六章 给我们知道主你回来的日子很近了 也给我们有一个提醒 就是说这个审判也是非常的近了 主啊,我都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警醒的心 让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那么混润的那个世界里面 我们实在是需要主你的提醒 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那个使徒约翰一样 他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愿意快一点的再来 就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有一个等候主耶稣回来的心 我们现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求 好,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此时日第六章描写的情景可以说是解释第五章第九节 那一首诗歌里面写那个高养 你配得拿这个书卷,配借开祂的缺印 因为你曾经被杀,用知识的缺了 从各自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 买了人来,使他们跪于神 揭开书卷的封印是什么意思了 为什么只有靠阳才配得揭开书卷的封印呢 我们可以想想,此时路到这一点 甚至是新月到这个时刻 不停的强调都是一个主题 玉池进了,开哪个去卷的封印呢 表白的就是时间到了 可以想象一个遗嘱啊 通常立遗嘱是过生以后 哪个遗嘱的封印才会打开的 因为时候到了 时候到了,但是幕后的遗嘱 还有不同的情景呢,可以看到的 打开每一个印都是印尽了这个时候到了 打开封印是高扬在天上所造的事情 但是在地上是看不到的 但是凭着地上看到的情景呢 我们就可以推靠了 在天上了,那个印已经打开了 所以我们地上看到这些事情 就可以知道时间到了 关于白马有不同的解释 有些说白马是基督的 有些说是敌基督的 但既然基督作为高扬在天上 所以白马之福应该解释为敌制度 接着的红马带来见证和学生暴力 接着的黑马带来资矿和各种的经济的灾难 然后开第四个印 接着的红马带来资矿和野兽杀死地上 四分之一的人 开第五印的时候 无数顺道者的哀愁 然后在第六个印呢 有各种天地、文和地理像的灾难 甚至是所有国家的元首都要躲藏起来 结果世界其实有没有见过这些情景了 可以说全报都有 而且越来越频繁 所以我们的确可以说时间已经到了吗 我认为可以 想一想哪一首新歌高扬配的开解声音 是因为他被宰杀吗 所以这些末日远常的事情 必须要等待十七家的救恩的成就 才能共居于世 让万国知道 但现在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 反过来说 每一个末日的征效都更加证明 基督已经来临 我们不再需要等另外的一个弥赛 另外一个救世主 我们要相信的就是 那个已经来了的主耶稣基督 你相信他 你就会跟他一同在地上做王 在神的殿里面昼夜敬拜